有的线长度足够,不能太多 一等会儿有一个插头 那个比较深 所以这个线流的长度呢 合适,不能太长,不能太多 大概这个长度就足够了 拔掉 OK,好了 然后接线 之前呢,这个盒子放到那个水平里面去 这个灯 其实前面把灯可以拆掉 灯可以拔掉 分开 这个可以先拿下去 先接这个盒子 接线盒子 之前呢,这个是盒子 接线盒子 接线盒子这块是open 可以打开的 这个先要撬开 要撬开这个盒子 这盒子撬完之后呢 这里面有connector 黑线,白线 这个绿的是地线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knockout 这个可能是吹线用的 这个可以给它 搞掉 不要这个 这个呢 也可以拆掉 不要了 这样的哈 好了 现在准备接线 这个knockout 搞掉之后呢 就剩两个窟窿眼儿 这两个眼儿 比较尖锐的 边缘比较锋利哈 如果说是不保护的话呢 容易把电线 割伤或者割断 有风险 所以呢 正规做法呢 是要买这种 这种什么名 这connector 这种connector的话呢 就要塞到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它是 重点是 rubber plastic 这样的线 不可以割断哈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 也无所谓了 我就可以拿 那个胶布呢 用胶布 把那四边 给它 给它包上 这样的话呢 也能起到那个作用哈 这样我把这两个缺口呢 用胶布 给插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 可以防止滑伤哈 保护一下线 这样的话呢 把它线 要接到这个盒子里面去哈 有两根线 一个进的 一个粗的 进的线 黑的白的 粗的线 黑的白的 地线哈 现在把这个盒子引进来哈 这个盒子里面呢 看一下 有一个白的 还有一个黑的 还有一个地线哈 就三个接口哈 今天呢 就一个一个接哈 先把这个黑的接过来哈 从口里面 从口里面穿过来 把黑线接过来 黑线穿过来 黑线穿过来 然后接到这个 这里面有四个眼哈 接到一个 插头里去 一个一个 再接第二个黑线哈 也是一样的道理 插到另外一个盒里哈 先插到另外一个盒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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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到盒里 紧了哈 把这根白线 两根白线哈 也要从这个盒里面 顺着过来 插到盒里面去 然后呢 插到这个白线的接口 接头处哈 也是 OK 插这个哈 白线 另外一个白线也是一样 插到你们穿过来 穿过这个口 然后 然后 拧过来 接到白线的擦盒里面去哈 好 插这个 OK 好了 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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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 都截好了哈 看到了哈 然后呢 这两根地线 裸线 尾线是地线哈 也从里面穿过来 也从那眼穿过来 穿到盒里面去 穿过来 到盒里面去 穿过来 到盒里面去 OK 这个就 接好了 看好了哈 黑线 三根 白线 三根 地线 三根 接好了哈 然后呢 把这个放好 放在盒里 接头放 OK 然后盖上盖 一 一 好的 这样就接好了线哈 然后把这个线印回去 放在C-Link里面去 你们放好就可以了 这有个接口 接口呢 就是这个哈 以后每次翻灯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拆下来 嗯 整个这就是个灯 整个要换的哈 如果坏了哈 这个可以拆下来 可以拆下来 嗯 现在给它插上去 里面有个眼 走一下哈 OK 然后拧上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是盖哈 这个灯哈 里面有弹簧 把它收起来 OK 搞定 看看亮不亮哈 OK 行吧 这就搞定了 这个灯呢 刚才是我装呢 第一个灯呢 我装了 花了二十分钟吧 这个灯第三个灯了 不能只花了五分钟 快吧 刚才换了七个灯哈 这七个灯我自己换的 如果是外面请电工换的话 我估计一个至少也得收七八十吧 虽然说不是通行走线 但我看好像也不是特别便宜 所以这些小活儿自己干的话 就干熟了五分钟一个 五分钟一个 所以这钱呢 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 可以考虑自己做哈 可以省一省 对吧 这样呢 还是那句话 看个人能力 我这个只是 嗯 演示一下 嗯 如果是觉得自己可以的话 可以以后自己试试 如果觉得自己差的有点远 或者不安全 那还是请做一定工作比较好哈 多谢